我還以為月亮要說T小姐之類的 就要有一個那個字母開頭的概念 欸 那個 我想說他會自動就讀取我的心智然後自己跑嗎 好 我是Theresa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一群人在暑假做了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Bus 所謂的社會創新發誓 好 那我稍微就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Theresa 那我現在是Solo Singer的行銷經理 那我本身是台大公館B98的所謂的就是 OK 反正就是今年剛畢業的意思 然後我也是社會創新發誓的共同發起人 然後你們有人昨天去那個URS的那一場焦點嗎 反正Solo Singer也是一家在北投的文創旅館 然後他也算是一個新的創業的計畫 他目前現在才進行了一年多 那我是在裡面負責就是活動的規劃 然後還有一頁的合作等等的 那我也是一個就是還 就像Y小姐一樣就是可能出於某種強迫症跟自虐的傾向 就是在大學時期跟現在就是不停的挑一些就是很爆肝很想死的事情做那樣子 好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一些我對社會企業或者是社會創新這種事情的一個 算是起點的東西吧 就是應該說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都會從事這件事情 那大家要不要猜一下這張照片 你從這邊看到什麼東西 對 還有什麼 對 對 有人看得出來這邊是哪裡嗎 那你說什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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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一個不會有很多人注意的地方 我就知道應該是注意 這是六情 他是這張照片是在園林台西拍的 然後前面是一個種蛤蟆的那種田 也算是餘溫啦 那這個時候是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 然後那時候 我算是 因為我原本其實是一直很想要走就是 藝術產業這一塊博物館等等的 其實我對藝術很有興趣到現在也都是 那時候我算是放棄了北美館的實習的機會 然後我去願景青年行動網實習 那是一個像是以利的機構 也是他會有很多國際志工進來 然後也會很多台灣的送出去當國際志工 那台西是他們就是把外面的人接進來做國際志工的點 那台西這個地方是一個就是台灣最西邊 應該最西邊之一的鄉鎮 然後他的主要的經濟來源都是蛤蟆跟鵝啊 然後養魚等等的 那現在就是蓋了前幾十年 十幾年前蓋了一個六青在這邊 那時候我就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就 我就坐在那個 那個餘溫旁邊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蓋一個 這麼大一直在冒煙的工廠 然後去污染我們的水源 污染我們的土地 然後讓這些鵝啊 讓這些蛤蟆就是 越來越欠熟 甚至是被中金屬污染 然後他們的價錢就一直直直落 那他們這些蓋這些工廠的時候 是說要就是造福這些廣大的居民的一些利益 就讓他們有更多的工作之類 可是其實其實並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要犧牲就大多數人利益 去滿足這些少數人的財富 所以我想說 那我們這世界有沒有另外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有一個很深的體悟 就是其實走出都市我們是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你看到有問題在這裡 其實就代表說這個地方是需要被改善的 它是有非常多的機會在這裡 所以我在大四那一年 我就花很多時間在台灣各地四處去旅行 然後去看這些地方 因為我發現全球化之後的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去了解 就是紐約他們怎麼生活 就是在東京他們怎麼生活 但是我們其實不一定了解 在台灣的比如說苗栗的一個小村莊 他們是怎麼樣的生活 他們在想什麼 價值觀是什麼 那時候我就跟我同 反正經過一些事情之後呢 我就跟我的朋友大概十個人左右 我們就一起抽組的這個團隊 叫做Social Innovation Bus 那我們希望是可以帶大家去正視台灣的問題 那可以走出演講廳到真正改變的現場 因為現在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 很多都是就是在一個很fancy的演講廳 或者是在網路上 就你聽到他們這些人在講他們這些的 他們的故事 他們怎麼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很少有機會你實際到他們那些地方去 比如說你到竹山 你到天空的院子 或是你到埔里 你到長青村 你去看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在埔里長青村 就是我們場刊的時候跟那個阿公 然後他再帶我們去看他養的那個鵝 那其實像是你看了很多就是老人人口老化數據之後 你沒有跟老人有實際的接觸 你其實你那個東西還是冰冷的在那裡 那這是我們南機場 南機場大概都很熟悉 但是很少人知道南機場其實是台北最弱勢的地方之一 有20%的是地收入戶 這是南機場的里長 你看到他的故事你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大概從日本熱血電影裡面出來的那種 拯救商店街的那種人 就是我們很 記憶很深刻的事情是 他有一個社區困難中心 他主要是服務那邊的老人跟小孩 然後我們那個那天活動結束之後 有一個阿嬤就很匆匆忙的跑過來 跟他說做一些事情要走了 然後那個里長就跟我們說 六百萬飛了 然後我們說啊什麼六百萬飛了 他說 剛才有就是詐騙集團 然後騙走在阿嬤里省的集序 然後這樣六百萬就飛了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想 那些事情我們就受到很大震撼 那我是想說的事情是 這個社會其實就像是那種 HoloShot的圖層 有沒有就是我們居住在這一層 我們可能覺得說 詐騙集團離我們很遙遠了 可是其實很多不同層 有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那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沒有接觸到 其實不代表說這些事情是沒有發生的 那我們也帶著大家去農村裡面 舉辦Design Thinking的Workshop 就是讓Design Thinking這東西可以 跟土地有更多的接觸 那其實我們最終希望的事情是 讓參與社會創新組織成為 每一個青年的未來的選項 不管是在這種組織工作 或甚至是創一個社會企業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是把人帶到在地跟組織跟議題 那你看這是個雙向的溝通 其實我們把不同的人帶到那邊去 除了是我們獲得一些東西之外 其實我們也是攪動那個地方的一些 一些連結 那一般來說目前可能大部分都是 組織跟議題帶到人那邊去 就是一個演講的形式之類的 那我們做了什麼呢 我們在8月的時候 舉辦了第一屆的社會創新巴士 然後有9天8夜有27個學員 18位獎者還有6個組織 其實27會覺得是更多 因為我們前面三天的活動 像Design Thinking的Workshop 就是有開放別人報應 所以這樣零零總的全部加起來 大概是100多個人這樣子 那我們到苗栗南庄那邊一個村莊 辦兩天一夜在Thinking Workshop 實際去跟農民接觸 實際你真的可以踏在就是 稻田裡面或搭在草地上 去聆聽他們的需求或他們的聲音 或他們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也去埔里的長青村 我先簡介一下 我們的活動規劃怎麼樣 就大概是早上的時候 就是一個介紹 然後下午的時候 會是針對那個地方 有一個Workshop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一天 Workshop就是幫這些長輩寫一封信 然後之後會就是大家討論說 長青村他們的營運模式怎麼樣 或者是假如是 你自己老了之後 你希望是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那這天非常有趣 我們今天去竹山拜訪小鎮文創 那天的Workshop內容是 假如要竹山創業的話 你們想要創什麼樣的公司 它就像是整個竹山都是 我的遊樂場一樣 就是大家去竹山鎮上這樣 跑來跑去這樣 然後去土溝 那是一個非常有趣 在台南的一個農事美術館 然後我們去南機場 那南機場是有關的 就是教育的議題 那我每天都是不同的議題 這是有關教育的 然後最後呢回到台北 我們有個24小時的提案 就是讓大家總結 這前面這幾天 你所看到所遇到的事情 用24小時的時間之內 你收入住你的團隊 在最後出現了一個提案 所以其實這一個旅程 有點像是一個 就是讓大家踏出他的舒適圈 擁抱位置跟慶祝失敗的旅程 其實這一切其實都是一個開始 你說九天可以真的幹什麼 其實真的不能幹嗎 所以它其實也都是 讓大家的一開始 那我覺得其實九天之後 每一個人的轉變其實是很大的 像有一些人在那邊就是找到了他們 他們的partner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原本 連社會企業什麼都不知道 那現在他覺得說 這真的是他值得投入很多時間 去關心的東西 那感動過後 我們接著要幹嘛呢 我們之後會一直會希望 有一間社區之旅 或者是社區workshop 像是比較小的社會創新巴士 那可能為期一天 然後帶到就是不同的在地 然後有一些workshop 這樣子 那我們11月23號呢 就是會去大南埔 就是剛才那個苗栗那邊 南莊 然後會就是各道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個返鄉 青年的農村工作室 然後會去各道 會跟他們一起聊天 然後會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action 好可怕 我們也會做一個網站 就是一個像是 簡單來說就是社會企業的104之類的 然後專門給絕大學生的 你們會籌組就是定期的聚會 好 那我覺得我們做事情 其實跟焦點要做的事情很像 就是年輕人要做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也就是 把不同的點連在一起 然後給他們勇氣 給他們資源 然後就會有美好的事情發生 那就可以Facebo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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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